看着这个装修 是不是以为这间是一间台式新cafe呢 这间桃园圈圈原来是中国品牌 当年在上海开店已经引起一阵空洞 被中国网民称之为烧饼油条界的爱马仕 我们的老板呢 因为他很喜欢到台湾去旅行 所谓的像烧饼就调成这些 在地的眷村的美食 主要是因为它是在桃园的眷村这个地方吃到了 所以他才会把这个名字取回叫桃园眷村 餐厅的装修充满了台湾情怀 那一幅白墙装饰是所有店都是统一的 里面都是一些70年代眷村的物件 不过朗豪坊店是开放式设计 采取用自助购买的形式 就和其他店不同了 食物就是台湾眷村的风味 所以就有眷村老师傅坐镇来监督了 每天早上或是半夜的时候呢 会有专门的师傅去做研磨 组制 完全就是从门店去做加工 完全都是从原物料自己做 香港店买的是早餐四大金刚 包括是豆浆 油条 烧饼 和饭团 食物都是跟香港物价 咸豆花跟咸豆浆的部分呢 就是其实在台湾就是很单纯的 只有一两种配料 但是这边呢我们提供的是满满的 全部都是很满满的配料 另一种香港比较少喝多的米浆 味道超级香 最适合就是送油炸鬼吃了 唯一很可惜的是 香港店就是用即器的包装 就用不到内地文称风传的 会写诗的豆浆碗了